无头 你是最早提出说要关注 美国现在它的滨海作战团 已经完全改变了 整个东亚的作战态势 因为国家嘛 我是航空母舰来 航空母舰来了 以后我的军机过来 我的驱逐舰过来 我的轮船艇过来 你说没有 现在这个滨海作战团 是打带跑 打了就跑 那怎么样打了就跑 它今天公布的是 它是非常费功夫的 原来在第一岛列里面的 所有的小岛 美国海军陆弹队是实打实的 用自己的双脚 带着最简单的积聚 在这个所有的岛上 全部都摊查过一遍 不但是摊查过一遍 怎么进攻 怎么退 怎么防守 都有东西了 对 因为长久以来 过去20年的结果 因为整个中共建立了 非常强大的所谓 它的导弹部队 对 它的火箭军 那这火箭军建立起来的话 它已经部署了 整个对西太平洋的A2AD了 就是A2AD把整个 整个西太平洋封锁 包括台湾嘛 所以它认为他们开展吹牛说 还有什么东风快递啊 对 关岛快递 关岛快递 主要是针对美军的航母 那美军的航母一艘的价钱 金额不菲 这个是十亿 那个是非常高的金额的预算 的建造 然后舰上的四万兵 总共将近平衡到五千多个人 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失败嘛 所以美军才发展出来所谓的滨海作战团 滨海作战团的发展的目的是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它把它的海军陆战队 把它改编 编制成能够发射导弹部队 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改变 它一个非常小的 它可能是一个连的一个兵力 会变成一个飞弹的一个发射部队 它是陆海整个整体的作战 协同作战能力 然后它不断地在西太平洋 跟菲律宾左右的小岛部分 包括我觉得包括我们台湾很多默契 跟他们应该都建立起来 它就很快速地投射 那你现在在菲律宾给你看到 就是说它有在这边的 跳在这个岛屿的作战能力 假设它有碰到有这个短兵相接 跟陆军相接的时候 它还是有作战能力 但是更可怕的不是这个东西 它更可怕的是自敌之机先 它这个滨海作战团的目的 目的是攻击性的目的 它分散了以后 然后再发展出来 就是导弹的射击 它这个射击的话 是直接破它的A2AD 就是你中共所有的 有可能发行这种 中程导弹的话 我都有可能把你轰炸到 包括你有所有的高价值资产的 这些的攻击的目标 它全部可以设定好 然后对菲律宾部分更重要 因为菲律宾那边就是所谓的 它中共的潜艇进入西太平洋的 关键的那个入口的所在 那那个地方如果开始作战的话 唯一美军抓不到 中共的部队的地方 就是它的潜舰嘛 那它的潜舰来讲的话 它可以发射这个所谓的 这个战略武器 所以它必须要把这边封锁住 这封锁在这边 再封锁到巴士海峡 这个进出口的地方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 它美军的潜舰会不会出现 一定有的 美军潜舰一定同时出现了嘛 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个 立体的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巴士海峡 进出西太平洋的地方 将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过去郭台铭曾经发现好语说 他退休只要200块 他才会退休 现在没有想到 之前只有100多块 现在一直冲上来 刘洋伟真的把它做到了 现在所谓的科技的进步 应该同等于演算能力的进步 当然演算能力 其实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变 就是OpenAI到GBT切 突然间的突破 虽然这个演算能力突破之后 把已经改变了 所谓过去的某个定律 通通都全部突破了 现在也不知道 AI到底再过三个月 会发生什么东西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全世界就是目前 GBT切和OpenAI 所以说现在这个AI是走多快 走多远 没有人知道了 是 大家知道都几十倍 几十倍的发展 现在我们都知道 现在包括现在发展 现在这个OpenAI的发展 是SORA 那SORA可以整个变成一个 完全做电影制作 整套跟电影制作 那种完全相同 当然目前它还属于未公布的版本 但是当一旦公布 给商业性使用的话 那又会变成一个新的一个 所谓这是真的工业革命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有开始有开始 我们最记得当时在二十年前 我们看到用动画来做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铁达尼号 可以做海浪这些事情 我们非常惊艳 当时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 哇 怎么做这种东西出来 这个不得了的 但现在这个已经变成旧文了 已经是不堪一击 现在整个用文字 就可以制造出整个影片出来 用文字的指令 可以制造出影片的时代来临 那以后的好莱坞的产业 全部是天翻地覆的大的变化 然后你现在想想看 在去年的这个借川奖的得主 年轻的得主 他三分之一的作品 是靠AI帮他协助完成 所以这个时代已经全部来临了 然后最糟糕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最糟糕的是中国大陆 是非常非常的落后 而且注定落后 没有机会赶上这个场合 没机会 完全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们都讲过嘛 有三个东西嘛 一个就是算法 一个算力 一个数据嘛 那个数据是最重要的 也最重要的核心的一部分嘛 那数据的问题 现在你知道了嘛 中国大陆现在有非常多 我们看到所有 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词 叫什么 叫它爬墙嘛 为什么要爬墙 因为它在大陆内部 无法取得相关的资讯 或是讯息嘛 包括科技的资料等等 包括中国大陆禁止 所有一切的 所谓的公共平台嘛 这是公共讨论平台 这些公共讨论平台 它完全全面禁止 因为它完全用政治性的限制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在中国大陆 无法取得有效的数据 是它最大的问题 到目前来讲 譬如说他们有 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导 看了一个TikTok TikTok现在就是它注册 它现在注册跟 OpenAI跟GVT Chain的注册 像我一样 我们公司有注册嘛 东升也有注册 我们一个月 付大概七百块钱美金 就变成一个固定客户 结果TikTok就做这个事情 然后它对外宣称 它自己也发展了AI 结果后来就变成GVT Chain的 发现了 就把它取消它这个账号 取消TikTok 因为它现在做的事情 照讲你是我的用户 TikTok是我的用户 结果它对外宣称 它自己发展了 它自己的类似AI的系统 在做类似这种服务 结果是假的 不是 其实柯文哲之前 就已经丢出这样的讯息 环岛铁路 横贯公路 直接从蒲里国道六号到花莲 他说民众党就一开始讲 这不准用 特别预算 而且要有可行性评估 因为民众党非常有理性 虽然国民党希望做 但也有跟国民党讲 我知道你要跟乡亲交代 刚刚讲这个乡亲就是富贵 但你还是要合理 然后我讲到 他讲花冬块要做没有问题 所以三项里面 我只是赞成花冬块 另外两项我是不赞成的 你都已经到什么时刻了 你才把这个底牌给掀出来 你在这个时刻 才把傅昆奇给卖掉了 不明天 民众党所主张的国会的 改革 改革无法会通过 这个明天没有问题 那通过之后 行政院复议 总统府签署 整个 那是另外一个流程开始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 对不对 那是民众党要的案子 先讲清楚 那你现在刚刚讲的这些什么 这个花冬 什么环岛 高速公路 那些案子全部都是国民党要的 对 所以他们的合作基础 说你听我的国民党案子 我听你的民众党的改革无法 对 是不是这样讲 那现在变成说 他先把民众党的东西拿到了 要到了 然后就放了傅宫崎跟韩国瑜的鸽子 就把他放鸟放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柯文哲 哪里有 他就是这个常业惯犯 他每次都这样骗人 你现在刚刚讲 你黄国昌都已经傅宫崎bodybody了 你都已经让傅宫崎拍头了 你都已经让傅宫崎的小弟了 其实黄国昌还转得过去吗 跟黄国昌有什么关系 跟黄国昌没关系 跟黄国昌这个不分区代表 柯文哲的个性我告诉你 黄国昌给人家假笑 他明天就给你写个公文 就把你 不要理由就把你撤掉 他当然干得出来 他随时可以把黄国昌给干掉 他脸皮多厚 他管你 他跟你黄国昌什么关系 他在亲家还是什么 还是结拜 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你告诉我 他们屁关系都没有 他认识多久 他不是认为他这个战将 战将一个公文就弄掉 不是就一样战将 他看在柯文哲 第一个他没有朋友 他天下之大 就是他一个人 一个人是一个人独大 至尊你知道吧 柯文哲这个人 他是这个船过水无痕的 你放心 一点他人血的不得了 所以你不用考虑这八席 他随时把这个八席干光光 他想fire就fire掉 他一张纸就 就中选会一个公文就 就跟那个开除党级就算了 这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有没有 所以现在民众党 之前不是讲吗 现在黄国昌已经做大了 但是民众党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柯文哲手上 从头到尾都是嘛 而且我现在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今天他跟风传媒 利用风传媒放这个消息 假借美国人关心 对 然后要开始跟这个民进党交易嘛 对 讲穿的就是 就这样跟民进党交易了 他就跟民进党交易 不是这样子吗 我不会瘫痪政府啊 我会人事权可以谈啊 对 然后我观察你三个月啊 这都是他的交易的一个 一个建议案嘛 不是吗 那他不故意把责任 挂到了美国人身上 比较有行情啊 美国人来跟我拜托的耶 真是三星 真是没有骨气的家伙 美国人来瞧 真的是美国人瞧 你要讲个伟大一点的人嘛 对不对 你要讲个什么 谁来讲的 谁谈的 对啊 讲个大伟一点的人格者 对 美国人来瞧 美国人谁跟你瞧啊 他只有讲 美方想了解 最关键的柯文哲立场 去指出美方没有下指导旗 但是想了解柯文哲未来的做法 柯文哲直接告诉美国说 我不会让美国台湾政府 太坏 然后接下来大家讲 那巴西你搞定了吗 好没有错 有讲哦 柯文哲清楚表示 民众党巴西立委的投票方向 能决定法案 人事预算能不能通过 NCC考试委员 考试院长 大法官都是这样子 只要民众党一举手 就能够让民进党政府的执政顺畅 对 他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现在不是一个插播maker 但实际上他这里面就是正话反说 我可以恐吓你民进党 我现在不恐吓你如此而已 但目的很简单 这是一个非常拙劣而低级的 一种勒索手段 目的是什么 就是交易嘛 他为什么要交易嘛 他交易的理由是什么嘛 就是现在我们先讲一下 第三点 他又重复过去跟国民党 签了六项协议的这个案例嘛 签完就反悔 签完反悔 然后募款募了一大堆 蓝白河行情好民调高 划了半天 然后票偏了几百万 然后钱弄了一大堆 然后现在又把国民党再卖一次 被卖一次不够卖两次对不对 但是一直这样子卖国民党 国民党下次也不会跟他搞了嘛 那我请问你 不会啊 上次六项协议 你就说国民党不会再搞了 这才不是又被卖了 永远要相信国民党 好可以 相信国民党习惯性地被人家出卖 对不对 那反过来那请问你 那你觉得柯建民这种老油条 会被他卖吗 不会 民进党多厉害啊 民进党帮他 民进党很快地把他抓进去了 他的官司因为他这种态度 我告诉你 他的诉讼 保证起诉没完没了 因为很简单嘛 那民进党不要他的巴西了吗 问题是你会勒索我嘛 那我要勒索你才行啊 民进党如果不能把他卡到脖子的话 这巴西每天勒索赖清德 赖清德天天想这巴西打电话来怎么办 对 所以他赖清德一定有一招 把你这个 把你咬得要死不活 对 把你弄得恰到坏处 卡死你柯文哲 这是什么招 就北检给你起诉 对不对 交保一千万 然后慢慢打官司 你听不听话 你不听话 我就你要听话 我这个开庭的时间 就三个月开一次 不听话 一个礼拜开一次庭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赖来上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